春节期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我国首个万米科探井 深地塔克一井的钻探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截至目前,这口井已经耗费了20多个钻头 而每一次更换钻头都要把打到地下的所有钻杆都提出来 非常费时费力 正在那里采访的总台记者记录下了深夜换钻头的过程 我们一起看看 凌晨一点,记者来到深地塔克一井 沿着钢梯爬上五层楼高的钻井平台 工作人员正在把钻头缓缓从地下提取上来 来,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从地下9850米深处提取上来的钻头 那么用时大概是29个小时 工作人员告诉我,把这口井到现在目前已经用了26个钻头 其中在地下8000米以下的这1800米左右的距离就用到了14个 也就是说比之前的8000米用的钻头还要多两个 由此可见,这种超深井是越往下打,难度越大 那么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呢,这个之前的钻头工作距离最长的能达到2000米 但是这个钻头呢,它的工作距离只有短短的140米 就磨损的非常严重,就没法再继续向前挺进了 所以要把它提取上来,换上新的钻头,接替它的使命 继续向地下万米深处挺进 那么现在这个钻头呢,已经光荣退休了 但是它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伤痕累累 它也带来了地下9850米深处的一些信息 具体我们来请教一下 你看这些尺,主要是这些尺 这都已经损成得很严重了 你看牙齿先崩了,然后再磨损了 后面什么呢? 导致了我们在下边整个这个钻头的工作不平稳 我国已知的超过三分之一油气资源 都分布在4500米的地下,有的甚至更深 在塔里木盆地,这里更是有超过八成以上的石油 埋藏在6000米以下的超深地层 深层,超深层,已经成为我国油气重大发现的主阵地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来说 井深达到地下4500米到6000米的为深井 6000米到9000米为超深井 超过9000米的为特深井 我国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塔里木 厄尔多斯,松辽,博海湾,四川,准嘎尔 以及柴达木等七大盆地 我们在8000米到9000米已有的探索 已经发现了10亿吨到万亿方计的大油气田 证明我们国家万米深层既被形成大油气田的有利条件 有可能是我们国家增出上产的一个重大的阶梯领域 我国陆上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丰富 达671亿吨有当量 占油气资源总量的34% 并且深层超深层新增油气储量占比逐年增大 塔里木盆地仅深埋在6000米至1万米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就分别占其总量的83.2%和63.9% 目前世界新增油气储量的六成也都来自陆地深部地层 深部油气勘探潜力巨大 我们现在石油的碳面率只达到了11%到15%之间 天然气的碳面率还不到30% 应该说在生产就有良好的看碳开发的情景 截至目前 我国是世界上钻碳深度超过8000米的深井的最多的国家 我国在4500米以下共发现油气田352个 钻碳地下万米面临很多不可预知的挑战 对钻井设备工具仪器工作业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深地塔克一井使用的钻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一大国重器 这里就是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在这里每走上一步都非常的艰难 但就是在这样的茫茫大漠下面 却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而中国石油人就是在这里建造了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那就在我前方不远处就是我国首口万米克碳井 它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制的可以钻碳到地下12000米深的自动化钻机 全球首台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高82米 相当于24层楼房的高度 与普通钻机相比 提升能力由3400吨提高到最大900吨 能同时吊起1500头成年骆驼 这台钻机的最大亮点是配备了全套的自动化处理系统 通过设置复杂的机械手臂 基本实现从钻杆提升到下钻全过程自动化操作 减少了人工劳动强度 大幅提升了安全性能 此外 这口井还采用了全流程的信息物联系统 实现设备状态及运行参数实时监测和远程传输 就好我们随身定的正能手表 可是随时检测血压变化 这这口井 扭矩 钻压等参数都是随时检测的 还有钻井的血液 移角性能也能实时检测 这这口井也是首次应用 春节期间 在新疆塔里木油田 我国首口万米科探井 深地塔科一井钻探不歇 塔科一井钻井深度到达9850米后 进行了钻头更换 同时呢也从地下取出了一批岩石碎屑 这些岩石碎屑携带着万米深层丰富的地质信息 那么这些岩石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谷俊领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岩石样品呢 就是从地下不同深度的岩层取上来的岩石碎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叫做百格盒 它有一百个盒子 钻头每往地下打一米就取出一份岩屑的样品放在这个格子里 像这样每往下打一米就保存一份岩屑呢 应该说是非常精细了 专家告诉记者 在地质学界有一片岩石看穿一座山的说法 这些取出的岩屑磨成薄片显微镜下 可以显现万米深层演化的地质信息 以及油气生成运移的蛛丝马迹 这一盆它是蓝灰色泥岩 它上面有黄铁矿 黄铁矿它黄黄的像黄金一样 在古代还称为假黄金 再说比如说这一棵里头的 这一棵这个就是水石 它也就是古代人叫做火石来来打火的 非常的非常的硬 金刚石的印度是石 它的印度就达到了七 岩石样品在为我们提供地质信息的同时 也能提供丰富的工程信息 钻头在钻穿岩石时 在岩屑上就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技术人员通过分析这些岩屑 就可以提供钻头怎样在万米深层穿行的 从而为下一步选择钻井工具提供重要参考 比如说这一棵 它里面是石膏 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像粉壁一样 这样一掐它就碎了 它能反映钻头切削 比如说这些纹路 这个就是钻头切削的痕迹 这些痕迹就像钻头的指纹 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下钻头在井下工作的一个状况 也为以后我们的钻头选型 选择什么样的词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深地塔克一井将钻穿塔里木盆地13套地层 工作人员通过搜集分析这些岩屑 可以更加准确了解塔里木盆地沉积演化特征 为我国超深层科学探索和油气发现提供指导 您可别小看这些看似普通的岩石碎屑 它的珍贵程度堪比月球上的土壤 这些呢是我国首次获取的 来自地下万米左右深处的岩石样本 整个亚洲独此一份 我国首口万米深井所在的富满油田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是我国最大的超深油田 目前这里已经有300口油井喷出高产油气 已落实超深油气储量达10亿吨 2023年以来 塔里木油田已在富满油田 钻完超深井超过70口 其中51口获得日产百吨以上高产 新建原油产能突破百万吨 我们在富满油田已开发了10个油气区块 通过勘探开发 证实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以北 300公里区域含油连片 夯实了塔里木油田原油上产基础 富满油田是我国能源保障重点工程 油气面积1.7万平方千米 是我国发现的埋藏最深 规模最大 效益最好的超深原油上产区 去年以来我们投产8000米深井超过了70口 油气产量当量卖上了400万吨新台阶 建成了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田 随着超深勘探开发的推进 富满油田自西向东 落实了34条富含油气大断裂 含油气面积比开发支出扩大了10倍 形成了横向百里连片 纵向千米含油的勘探场面 以累计生产油气突破1200万吨 有句话叫唯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通过万米深井的钻探 将进一步搞清楚 我们这11吨大油田的源泉在哪里 是如何运移上来的 这样就为下一步超深腾勘探 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从而更好的在10亿吨之下 找到下一个11吨 塔里木盆地地质构造复杂多样 油气藏普遍存在超深超高温超高压等 勘探开发难题 在塔里木盆地打井 钻井到达一定深度极限后 每向下一米难度都面临着几何倍数的增长 万寝流沙下覆盖着巨厚的岩石 这些岩石已沉积亿万年之久 从岩石之间撬开油气通道 需要克服极高温极高压和极高的地应力 要想拿到油 首先要通过钻井作业 在地面和地下油气藏之间 修一条能让油气流动的高速公路 但是要修一条万米之路并不容易 在万米的深层里很多地的情况不知道 比如说地层容易坍塌失衡 地层压力系统变化很大 地下一崩落就把我们钻头埋了 塔里木有一些岸河 钻到岸河的话 我们的泥浆体系就漏了 赵院士给记者形象打了一个比喻 万米深处取油 就像一个大力士从蚂蚁洞里取东西 一个大力士如果空间足够的宽 你让它集起200斤的重量 它易如反掌 但是你让大力士在一个蚂蚁钻的那个洞里边 你让它起一个深度一米的东西 即便它下边是一个主金主两的黄金 做起来很难 这就是我们腾诺的空间非常有限 万米深井需要连接一千多根钻杆 由于高温高压下钻杆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 操作起来很难控制 同时面对地下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 一般设备和仪器内的电子元器件 橡胶件等就会损坏失效 深度超过9000米以后 在超高温高压的环境下钻井就像在高压锅里面被针住 非常容易失效 万米以后钻住看起来是钢的 但是井深了以后井底下就像应该面条一样 随时可能会发散断裂 我们的钻头是在10公里以深的地下 如果说你在地表钻十千 那个钻头不一定钻一千 其中有9千都是靠这个钻剂的乳变 来把它消耗掉了 钻剂如果抗扭性或者是抗拉性不行的话 就有可能出问题 高温高压下有很多的仪器就失去了它的灵敏性 就是它不能够准确告诉你地下的真实情况 这也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据中国科学院统计 世界上公认的13项钻井难度指标中 塔里木7项排名第一 钻探万米深井 需要攻克井漏、卡钻、地层垮塌等几十道难题